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明顯的是政府進來做一個干預 其實政府干預坦白講 對於做多的或是放空的人 其實都不公平 其實不公平 今天大長實在開心嗎 今天大長 你賺得到錢嗎 坦白說 只要政府不干預 3月10號理論上應該開始要整理走平 今天大長值得你開心嗎 坦白說不值得 為什麼 3月11號盤中出現淨空跟限空力 現在這個時候滅掉多頭 唯一的信心火種 那時候指數還在1萬1千點 直接毫不留情的殺到破1萬點 9636 這段融資被斷頭一次 政府開始要說 國安基金想要進場互盤 造成很多人昨天去搶 認為昨天會拉尾盤 結果是開低走低幾乎要收到最低 融資余額再一次斷頭 今天很多股票漲停板 試問投資朋友 你真的有幫我撞到錢嗎 漲停板 上市跟上櫃加起來 180加附金 你真的有幫我撞到錢嗎 很多投資朋友 今天的心情不是因為大漲而開心 我非常了解 因為大多數投資朋友 是用融資去買股票 這兩次在這短短的時間裡面 12345678 幾乎8天的時間裡面 被斷頭兩次 用融資買股票的投資朋友 今天已經開心不起來 昨天幾乎是砍在 相對的低檔區了 只有今天全部一根漲停板上去 我知道投資朋友心情不好受 沒有砍股票的一定是用融資買的 所以我今天跟你報告一件事情 行情路況我之前 昨天跟投資朋友認錯 我認為應該要走平 可是這一段 國安基金想要進場 互盤 就造成這個 一再往下做 昨天什麼 非常恐慌性的一個沙盤 結果我今天一個暴復性反彈 好不好做 真的很難做 真的不容易做 但是唯有持有現股的人 他未來才有反敗為勝的一個什麼 空間跟機會 如果之前沒有做股票 有保有資金的人 當然會有什麼 會有機會 買進很低成本的一個什麼 公司的價值的股票 你會有很多人 可是呢 現在很多人會跟你講說 哇 昨天我又告訴你會賺錢賺錢賺錢 重點是你是 昨天有去抄底嗎 昨天去抄底是不理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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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你講說賺一根漲停板 那又如何 大盤戶 一根漲停板 thereof 不要防止 它只有Gitran 這だから 都是 稍微讓你紓緩而已 並不是什麼解套行情 未來的行情路況 挑戰依然是存在許多的變數 挑戰依然存在 我今天沒有帶會員進場買進股票 當然昨天也沒有帶會員進場去抄跌股票 因為我們的股票是抄跌 我們昨天不賣股票 昨天很多會員私訊問老師說 老師我們要不要做動作 要不要停止 我說不需要 我們股票將來會有法輪會買回來 我們集中火力在一檔兩檔股票 市場最後會告訴我們 我們的股票是有價值的 5483中美金 抄跌 公司非常有誠意 去年配賺3.68% 今年用資本公金再多配了 一塊多總共配你五塊錢 你只利於這麼高 這些法人未來都會是買單回來的 所以昨天公司不需要去做一個恐慌性跟風的沙盤 所以未來的行情路況 建議投資朋友 如果你手中 是有現金的 你想要掌握到機會的 你要跟上回去的車腿 回去的腳步 今天我沒有做任何動作 為什麼 坦白講 今天這種行情 昨天沒進場 今天就不要再進場 而且昨天本來就不應該摸底的 我再重申一次 很多人會跟投資朋友報告 今天還賺多少錢賺多少錢 隨便看一下就是什麼 只是止渴行情而已 國具這一段 叫止渴行情 是有大幅度反彈嗎 還沒啊 航行路況 需要有專業的替你做一個判斷 未來 航行路況 維續會再重新掌握到一次機會 但在掌握機會之前 你務必 一定要跟上維續的車隊 維續才有辦法帶你做這件事情 贏一場 贏一為榮的戰役 這句話 不是說給還沒入會的投資朋友 空手投資朋友 我是告訴我的會員的 雖然我們股票 目前來說沒賺錢 可是未來我會到的會員 贏一場贏一為榮的戰役 當然這個節目也特別感謝 昨天很多會員 跟我私訊 我跟他們說 其實我還滿自責的 中美金的跌幅超過我預期 理論上我們應該是可以獲利下車的 可是超過我的預期打下來 我昨天跟我的會員報告 其實我滿自責的 但是我會員其實還滿理性的 他說老師 這個行情也不是大家可以預見得到 可是我跟我會員報告一件事情 當一個交易者 是沒有任何的藉口 行情的判斷 我也不可能推卸到外面 說什麼大環境不好怎麼樣 操作贏就是贏 輸就是輸 目前我跟我會員說一個說明 我們是一個輸家 但是我們不是一個大輸家 因此我們絕對有實力 帶會員反敗為勝 而且我特別感謝 最近加入的新會員 都跟我的理念是一致的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可以帶會員做到這件事情 影音上引以為有的戰役 如果你認同的歡迎你加入我去的車隊 我是高爾學竹花操作順利 互利滿滿身體健康 我們下週一見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